恭敬和尚 舍拜开车 大众请坐下 大家辛苦了 首先呢 我们感恩感谢我们的郑总 我们的郑居士 还有我们的邱太 还有我们的郑太 还有这些义工 默默的在后面的布石 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法会 在这个地方安心的坐下来 然后把这个法会做一个圆满 所以我们要感恩 那当然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业众人员 他们也是很用心的 他们真的很用心 我们来努力一下 也是感谢我们的音响 音响的 音响组的 他们真的也是很辛苦 真的不容易啊 那个音响搬来搬去的 等一下你们回家可以睡个好觉 他们要留下来工作耶 我做到10点11点才回家 但是呢 这个都是很大的功德 出一分的力量 为大众 因为来的众生太多了 可能你们没有发觉 我们雪梨每次做三十十年 那个众生很多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他的牌位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呢 他们会感谢你们 你们的贡献 你们的付出 所以呢 我们要感谢他们 还有我们这些义工的 很多 包括 最后 我们自己 大声 小声的唱 唱的不错 越唱越好耶 来 好 我们来鼓励一下 我也感谢 我们的周医师 本来今天早上啊 那个气啊 不够 弄下去啊 哇 气恢复了 好 我们感谢我们的周医师 好 今天呢 我不讲很长 因为大家也累了 我也不敢说开示 不敢 但是我借这个姻缘 来给大家来讲讲话 那几句话就好了 因为 我们都是同参道友的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就是要到 亲近阿弥陀佛的 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区别在哪里 我有 你有脱法 我没有脱法 区别在这个地方而已 但是有一天 如果你们想要 我也可以建议了 没有头发也是很好 那这个这样 我不敢说我开示了 但是我可以鼓励一下 这句话 我从这个打佛期 到现在三十七年 师父该讲的 我已经讲很多了 那到最后 我们怎么修行呢 那就看个人 看个人的用心 因为这个用心很重要 一个人的功夫 无论在世法 在世间法 或者在佛法 一个人的功夫 是从锻炼出来的 练习 练习 磨炼 所以我常常在这几天 我常鼓励大家 你要把这句阿弥陀佛 去练习 去锻炼 你一遍的 一遍的去念 把它念熟了 念熟了呢 就变成你自己的一种 养成的习惯 那你养成习惯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不用去念 它自自然然就出来了 你不用去教它 我要念阿弥陀佛 不用 它主动就出来了 这个都是从我们练习出来的 你看那个 我们的散导大师 他念佛 每一次念佛 一句 他的口中 会出一道光明 少康大师 每一次念佛 每一句佛号 会出什么 一尊化佛 一尊化佛 都是阿弥陀佛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 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 从日常生活里面 每一天不断的去练习 该上班的上班 该工作的工作 该吃饭的吃饭 该睡觉的睡觉 有时间我来锻炼 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慢慢的 你就会成就了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 你要靠 灵终的时候 我才来念阿弥陀佛 不靠谱 那个真的不靠谱 你要从你的日常生活去培训 去锻炼 这个是一个很好 你看那个印光大师 他为什么念大悲咒这么灵 他的大悲咒很灵的 只要他的水给谁喝 那个人的生病就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呢 他也是一样 每一天至少睡觉之前五十遍 去吃这个大悲咒 吃到最后他跟这个大悲咒 已经融入了 相应了 所以一念下去就感应了 那我们也是一样 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要慢慢的去念 不断的去念 给自己定下来功课 像师傅每一天定下来 至少要六万 是我自己本身 你们随便 你们定下来这个功课 能够更多的 比我多呢 那最好的 那这个是培训出来的 所以啊 第二呢就是说 我为什么教你们要常常去念 这句名号呢 因为阿弥陀佛五量节以来啊 他把他的功德所修的 全部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要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啊 你要知道啊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呢 无价之宝啊 只要你肯念 你那个福报很大 真的 所以啊 你要好好去锻炼 你要把你的心 将来 我要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鼓励大家啦 因为我们这个人生真的无常 每一分每一秒 无常都会到 我们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耶 如果这一生我们不好好来用功来修 不好好来珍惜这个因缘 那离开这个世间 随着自己的业力 如果业力好的 你能够生在天道 或者来到这个人道 如果业力不好的怎么办呢 都是随着这个业力走 那就是堕落这三二道 那就很可惜 好好念 将来呢 你就会有成就 一年 两年 三年 顶多五年 你就能够成就了 那你能够念的成就呢 那我恭喜大家了 以后啊 你想要走就走 你不想走 你要想留 你就有这个能力了 随着自己的欲望 随心所欲 没有一次办不到的 这个就是这句名号的功德 而且 这句名号的功德 消业账太快了 真的很快的 非常快的 所以你要珍惜 这个是我最后给大家鼓励 希望我们将来 离开这个世间了 我看到你们雪梨 的同修 我们统生几楼阁 多好呀 说实在的 师父跟你们雪梨的 金钟学会 言有特别好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呢 有时候啊 不知不觉我们培养这种的 因缘 我们好好珍惜 我希望啊 我们一起将来啊 同生极乐过 说实在的 我们不是消极 不是 是因为我们明白 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看你这个人 追求了一辈子 钱了 赚了一辈子 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走的 然后这个身体 你照顾的 辛辛苦苦的 不知不觉 来了这个病 你看 我们在这边担心 总有一天生病了 有病之苦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病之苦 我们在这边担心 有一天老了 有老之苦 西方极乐世界 永远不会老 我们在这个地方 总有一心担心 有死之别 因为人有生 必有死 西方极乐世界 是五量兽 我们在这个地方 担心 每一个人 避免不了 八苦交尽 在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说八苦交尽 连苦的名字 也听不到 这么美好的世界 我们还不到这个地方来 你还执着这个地方 你不是已吃 那是什么呢 这个 不是 来讲我们 是提醒 其实要提醒我自己 真的 所以印光大师 为什么每一天 不断的念佛 就是因为他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知道 所以我赶快念阿弥陀佛 保证 不要以为还有明天 还有后天 不要 不要以为这样 有空好好念 这个啊 是鼓励大家了 这个希望大家 好好念 我们啊 在过不久 在这个时间 十年以后 在二十年 在三十年 我们变成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有多怎么样的执着 到最后 还是带不走 所以希望大家 好好用功 然后最后啊 鼓励大家 每一天 至少 一步无量寿经 至少 如果大家感觉无量寿经太长 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把它分 如果能够一次性把它念完 那是最好的 如果将来你把这个五量寿经念熟了 念熟了 你就明白了 释述 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在弥陀经 连续的四次 劝导我们要念佛 你就明白了 你五量寿经 没有把它读俗 如果你能够读俗呢 将来啊 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我们对这个 苏佛世界之苦 西方极乐世界之乐 你就能够分清楚了 在这个时候你多自在 在这个时候永远不会动摇 谁来诱惑我 就算今天拿了五百万给我 跟你说 你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还留在这个世界 我给你一千万 你也不会被这些动摇 为什么 那带不走也吃不完 对不对 过就好了 这个就是大家给鼓励了 今天借这个三十七年的姻缘 我也感谢你们 感谢我们的正居士 还有感谢我们的这些居士 这几天的照顾 祝大家身体健康 年年如意 睡睡平安 也祝大家老实念佛 如果有缘 我们再见 没有缘 就随缘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众敬使礼 大众礼切和尚十倍开持 鼎礼和尚三拜 阿弥陀佛 恭送和尚为了 阿弥陀佛